在古代,有一门只在盲人之间流传的奇数 它能够通过触摸骨头的方式 判断一个人的命运吉凶 这就是摸骨术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佑浅谈 我是素普 项学属于易经分支项术的范畴 是通过观察物体的外形 从而来预测吉凶 可以项人,也可以项武 古称头无易谷,难成贵项 而易谷,在像术中往往指的是九贵谷 又称之为九龙谷,九谷 是用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贵气 成就的标志的九种谷相 认为九谷风龙骑者为贵相之人 这九贵谷分别是天庭谷 太阳谷,龙脚谷,眉谷,鼻谷 拳谷,顶谷,枕谷,相谷 天庭谷位于发际线和额头的上半部分之间 如果天庭谷看起来很丰满 并且微微隆起 这样的人就大多都有智慧的象征 就是俗话说的天庭饱满 但凡事都讲求恰到好处 如果隆起太高成秃子形 那就适得其反了 太阳谷位于两枚尾端和太阳穴之间 眼眶的位置 如果这根骨头迁细且微微隆起的话 通常就是富贵的象征 龙脚谷又叫并脚谷 就是并脚与耳朵之间有一根竖起的骨头 这条骨头如果通达的话 当权或金山普遍都能长久 眉骨就是眉毛下面的骨头 眉骨隆起一般代表 这个人比较有主见 遵循内心就很容易成大气候 但同样讲究恰到好处 如果突出的太过头 则会转为反骨 容易听不进去他人的意见 反而傲慢且独断专行 鼻骨就是两枚之间的山根到鼻尖 从山根位置开始起势 直到鼻头位置 看起来挺拔且非常有形的话 通常都是大幅大规之像 全骨是两眼外侧下面俗称苹果肌的外缘部分 这两个骨头微微隆起的人是非常可靠 并且可以为以重任的 但如果太过突起或者内线的话 就另当别论了 顶骨就是头顶正上方 顶骨以平整顺滑不突为贵向 像蒋公的顶骨就属于较为突出 所以从小就历经风雨变迁 枕骨位于后脑中间靠边的位置 这组骨头如果微微隆起的话 通常都是长寿之像 越明显就越长寿 一般来说枕骨主人的中年 枕骨突起的人中年一般都比较得志 像骨在脖子正后方最上远 头骨和脊椎骨相连的部分 这里如果平躺且肉多的话 多半都是大富大鬼之像 一般来说 九桂骨分别负责着 人不同层面的脊胸 但凡事也没有绝对 每个人都有这九骨 骨相之间相互组合平衡 所以很难以单一骨相一概而论 还要综合考虑 传统面相学就是通过观察分析 人的体型外貌 精气神举止情态等方面的综合特征 来评判人的秉性和命运 以及吉凶 而摸骨术是相学中的一种 是一种通过接触一个人的头骨 手骨身体骨架等 便能判断他的个性 喜好能力专场割据 以及未来成就的一种学问 因为这门技术只传盲人 所以相对来说流传较少 人的相貌气质会通过生活经历 以及年龄心态等变化而发生改变 但是人的骨相如果不遭受创伤的话 是很难改变的 摸骨术的理论认为 每一种骨都有各自的相应对应的命运 在一个偏远的小山庄 住着一位会摸骨的算命高人 高师傅 高师傅天生双目失明 因为家境贫寒 年幼时靠学唱大骨糊口 有一次在集市上 遇到了一个晕倒的盲人老头 出于怜悯就将自己身上仅剩的一点钱 拿去给老人请大夫看病 后来这个盲人老头 就传授给了他这门摸骨的记忆 高师傅摸骨算命其准 总有人慕名而来 一日半晚来了一个高大的壮汉 黑灿灿的脸庞面带煞气 进门就问能摸准吗 高师傅一听声音就感觉此人不善 就说摸不准 那人就说 怕我给不起钱还是怎么 就非要给摸 高师傅也不想得罪恶人 惹上麻烦 于是就说 你非要摸的话就得给双倍价钱 那人一口答应 高师傅先摸了摸那人的头骨 跟那人说道 说实话 你是个囚徒 最近刚释放 但是最近你还要进去的 那人心里很是吃惊 就问为什么 高师傅又摸了摸那人的颈椎说道 你这两天想干个事 这个事要是干了就得进去 话刚说完 那人扑通就给高师傅给跪下了 求高师傅给指点迷津 高师傅说 听我话 你就远走高飞 越远越好 这下 壮汉是什么心气也没有了 自己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果不其然 这人的确是刚行慢事犯 回家一看 发现媳妇跟别人好了 就恶向胆边生 寻思着要杀了这两人 正是犹豫不决 就想来摸骨算一算 哪知 却被高师傅摸了个一清二楚 那人听了高师傅的话 就放弃了杀人的念头 远走高飞了 所以身心的刹那变化 一个念头 身心世界 也会随之细微的变化 高师傅 就是摸出了这个变化 曾经有人问高师傅 为什么摸骨这门记忆 不穿明年人呢 高师傅说 明年人心太杂 眼花缭乱 见色起义 是没有办法摸骨的 又问 那么摸骨是靠的心灵感应吗 他说不是 骨头啊都是长成的 是什么骨头 就是什么命 三两骨头三两命 半斤骨头半斤命 长贼骨就做贼 长反骨就造反 相学讲究的是 有猪内必行猪外的理论基础 认为啊 不同的骨头 代表人体相应部位的发育情况 比如我们通常说一个人 甜挺饱满 就说明啊 这个人很聪明 也就是通过额骨的形状 能看出一个人的脑组织功能是否优良 所以啊 相学上讲 观智在额 19世纪初 德国解剖学家加尔 创立了卢相学 也被称为是脑功能定位学说 他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啊 人的头骨结构影响人脑结构 他将人的头骨分成了27个区域 每个区域代表着一种心理特征 如果啊 某一个区域凸起 那就说明一个人会具有某种性格 在加尔看来 人的命运就是先天决定的 所以 卢相学的观点就认为 只要手摸摸卢骨 通过外部的骨相结构 可以去分析一个人的心理机能 发达或者欠缺 也被称为是独龙起数 骨相学啊 曾在欧洲风靡一时 于是啊 就资深出了很多的骗子 借此概念 行骗 由于啊 当时受骗者太多 人们对骨相学就渐渐失望质疑 所以 从1850年以后啊 这门学术就逐渐消失匿迹了 很显然 西方科学家是通过解剖学和统计学 来研究验证这一理论 而我国的骨相学说 要远比他们研究的更加复杂些 摸骨术的起源已经不可考了 根据史料记载 最早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期 后汉书中就有关于此书的记载 后汉书这样描述 汉光武帝流秀的外貌 身长七尺三寸 美须目大口 龙准日角 其中这个日角啊 值得就是一种翼鼓 指的是额骨中央隐隐隆起的部分 形状如日 额头中央即左右两枚 正中间的上方部位 如果这个部位高耸有气势上插发际 在像术学中就被称为是帝王之相 至于摸骨像术的原理啊 很复杂 但有一样是可以肯定的 古人说观千剑而后十气 摸骨也是一样 摸上成千上万的人 才能类比出高低贵贱 摸上几十个贼 贼的骨头便一目了然 因为啊他们都是有共同性的 就像厉害的银行点朝元一样 一摸一打钞票的厚度 就知道有多少张一样 以前的盲人啊 要学蒜米摸骨才能讨口饭吃 如果蒜米摸骨不准 真的是会饿死的 所以他们的传统都是口口相传 轻易啊不向明眼人透露 而就像当时分泌欧洲的炉项学一样 人们总是喜欢拿一些神奇的东西 借体发挥以谋私利 总有人想借着玄学的东西坑门拐骗 才一再让传统文化中一部分神秘 且未能被破解的部分 被冠以迷信之名而抬不起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